因為外交部的決定講得很清楚 還有講到明說這些被驅逐的記者 就不可以在香港工作 雖然其實究竟有沒有法律約束力 這個政府都不敢回答 因為外國記者會也都是這樣問政府 究竟外交部你這樣講了 究竟是不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呢 香港政府是不是要跟著做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事實來的 但是政府都答不了 不敢回答 因為明顯地這個是和基本法裡面的條文是有衝突 因為出入境是由香港的一些部門處理 外交部這個講法其實是明顯衝突有矛盾 索性就不回答了 現在不回答 那下去就是好看當有實際個案件出動的時候 這個機構會不會去測試他們不清楚 如果那幾位被驅逐了 調了他們來香港 會不會讓他們做呢 大陸 Él Checkout我可以去測試他們過去的 那 還有看到香港的美國人請去測試 如果他們測試他們沒有發展 如果你們有空的 如果他們有空的去測試 他們有空的去測試 那當然我沒有空的去測試 但是 這些私人的這個樣子 其實主要的國際媒體 我所理解的 他們都討論過這些問題 都有想過香港那個大的環境 是不是會這樣急劇變化 過去都完全不擔心的東西 是的 但是那個票基本上都會批的了 因為你要派一個外籍的人來香港 很多功夫 有些調動在香港安排的職位給他 整個家庭要來 你影響很多 如果還有小朋友要想想教育 這些很實在的問題 如果你的政府的政策是可以這樣急劇變化的話 這些機構無可避免 它一定要想一下 五年 十年 或者三年 五年之後 還是否維持香港這樣的規模 然後就是一些外國的機構 其實它都要面對類似的問題 當然它沒有媒體這麼政治敏感 但是你譬如做一些財經 金融分析 分析中國那個經濟 分析習近平這個管治 分析這次疫情對中國的經濟和國際的關係 都很容易是會觸類的 假設性 如果一個評論員做了一些言論 中國會覺得你是很敵視 什麼什麼什麼 說的話 這個人不可以在內地做事 不可以在香港做事 香港政府怎麼樣呢 這些其實就是引申出來的問題 不可以說是幾人憂天意 是很實實在在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這次他們針對五間傳媒 他有一樣東西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還要公佈他在大陸的資產 就是他擁有什麼物業 其實這一種做法是不是以前都很罕見的 他會覺得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你特朗普限制這麼多 他有一些官媒在美國的一些人數 各種各樣東西 他在這些地方 要做一些這樣的限制 實際上這類東西是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的 其實如果外地傳媒是所謂退出大陸 其實對中國是傷的 因為80年代開放改革 都是想多些人知道中國發生什麼事 怎麼走這條開放改革 過去這些外國傳媒也發揮了各作用 如果你是關門 趕走 他就報少一些 報少一些就多一些差異 或者更加多的傳策 在這次的情況下 現在是消費者 進步 消費者 發生 消費者 一人 到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